这块呢就是上一个事情想说的那个 右手持球如何从左侧突破 右手持球一个是坦布如何从左侧突破 从左侧右手球员呢从左侧突破实际上是个别扭 但是呢这个技术呢就是很好的 他跟那个他跟试探布之后走 右侧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刚才说的右侧是一个你可以直接上来 也可以走那个一个体验变相转左侧 他这个是直接直接走直接从左侧走 就是招这三个动作上组合成一个套路 正组合成一个面块的套路 所以那个根据是根据那个厂商的需要 是来那个 来那个就是根据厂商需要来选择这个 你使用这个套路中的那究竟是属于那一招 那么这里呢 慢动作看一下他怎么做 这里实际上他 上线两个 上线两个球员 底线三个球员 那么这块呢就是从有一个 突破进去后呢 这有一条突破的线路可以 可以从这个突破可以从这边 从他的左侧过来 这块中间是空的 给他可以在这头 或者上来也行 我看他 而且呢这个球员呢 防守球员呢是 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那我们知道那个 他这么站位的目的 实际上是想让你走这一侧 这一侧 他有两个防守队 这块可以那个加击你 然后呢 那么作为进攻球员来讲呢 我攻击 攻击那个防守球员的前脚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么他 那个 从 再往后看一下 实际上是一个一个块下 跨下 跨下 一起 接一个 重 跨下接一个右侧 然后 加启动 这有一个 他这个他这个起手势还有一个 一个 跨下 跨下 一个弓箭步 实际上在这个里面 做的非常像一个弓箭步以后接左脚的一个一个交叉步切入 非常像这个动作 那这是他的一个起手势了 实际上他没有他没有走那个动 只是接一个大力 只是接一个这些这下面球的拍的事情非常大力 大力下球这一下是你启动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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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式 非常好用 一个大力运球 左脚发力 左脚发力 右脚往前迈 手往前举 因为 这个球呢 川克林呢 他的技术特点呢 是反应速度非常的快速率非常的快 而且呢 他有一个 他的身体对抗非常强 所以这块呢 他不需要绕着你走 他只需要卡住你的这个 卡住你的身侧 然后这边测身往前挤就行了 然后这样子就造成了 你因为你在 因为你这样身体身体接触呢 他不处于正面 他处于侧面 而且呢 富兰克林没有沉肩发力的这种情况 他只是往只是往他的 他只是往他的运动方向上前冲 这样是啊 是不分不分也没有侧向的发力就不犯规 就由于你还是出于那个侧向 因为你要想造成 防守的那个阻挡犯规的话呢 你必须站在他的正面 而且呢 这样的话呢 站在侧面的话呢 就是富兰克林占据有力位 有力的 有力的那个位置 因为这是那个篮篮篮球队 进攻一方有力的一个保护 必须他支持那个 进攻球员的那个原主体 都是受规的保护的 他右脚往前一冲 然后左脚 又跨一跋步 直接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你前面产生了一个击靠 他防守队员实际上很难产生一个起跳 这实际上他还是跳起来了 但是呢 由于有侧面碰撞 他出现反规 二加一打击 这块呢 因为整个的防守呢 他中距离 是一个 对 二三联络中距离是一个空灯 空灯投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小桥 攻击波 想做一个假的 其实这些都是 这个小套路就是可有可无 做起来呢 更顺当一些 做出来更顺当一些 一个期间交叉 一个 他有一个 其实这就是我经常说的那个 黑人运动员和那个NBA运动员 他有一个非常 中国运动员就是普遍没有的一种 他普遍没有的一种 就运球之后的一个力量的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搭理运球 和那个运起来以后身体上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起伏 你看他这个起伏虽然非常小 但是他有 他往上蹬起来一个双 双脚有个 有一个瞬间的一个 一个小腾空 他没腾起来 但实际上他 他的重心不在腿上 此时他不在腿上 他已经飘起来了 然后他 这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小腾空 然后呢 此时他又要往前一脉 作为弓箭部 这是一个 因为弓箭部以后马上就接 马上就可以接那个 交叉部 交叉部三不兰切进去 交叉部启动切进去 交叉部的那个后部后 交叉部的一个透露变化就很多了 这里我们不讲 就说他是一个弓箭部启动 然后呢 这儿 左脚 他这里左脚他不是假的 我们刚才看那个动作呢 他随便会那个动作 左脚他是假的 然后他本右边动 这里呢 他这里呢 他启动一个 启动之后呢 起手势之后 这是他的起手势 实际上 他的起手势是 一个交叉运球换左手 就跟那个 爬灯似 然后弹起来 又运了一下 然后又弹 弹起来了 把这个 一个腾空之后 把这弓箭部拉满了 右手 右右脚往下一踩 然后右手向下一个大的运球 这下这下力量非常的大 拍下来以后 左脚 左脚蹬地 这是那个刚才跟孙明慧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蹬地以后 他没变相 往那边 蹬地起 他是蹬地以后 直接双手 从这边往这边一挥 由于这块 非常容易骗到犯规 他往前一冲 同时 左脚往下一蹬 右脚 右脚 往前一打步一迈 蹦起来了 这个步伍上 很多人就在这 用手打他的胳膊 因为他是往前挥 很不容易打着球 你想 你本来是想打球 当然要打这儿 结果呢 往下一打就变成打胳膊 这块肉非常容易骗到 犯规 他往前一冲 他 这个方式球员呢 失去了他的位置 就从侧面挤他了 这样就犯规了 二加一 打他边上票了 这球呢 就是想说他的这个 这个右手球员如何 右手球员如何从左边走 右手球员一般的 那个从左边走的少 从左边直接走的少 这一步直接走 一会儿去 你要想走 你要想走左边 你必须在这儿 你必须在这儿 你必须在这儿做一个 做一个体验面向之类的 他这个没有 他这个直接往前一冲 直接往前一冲 就 就起来了 再看一遍 洗手室 从这儿开始 洗手室 一个 交叉运球 跨下运球 交叉运球接跨下运球 垃圾中心 这垃圾中心 这都是基本功务 实际上无内球员就这一下特别少 他为什么他不好 黑人球员看起来他很 很有那个节奏感 主球员没有节奏感就在这儿 重心他没有上下起伏 也没有这种 悠起来这种感觉 然后呢 也没有这种大力气运球的这种 砰砰 大力气运球的这种变化 节奏变化 运起来 就瞬间有个腾空感 弓箭部 蹬出去 大力气运球 左脚蹬地 往前一冲 这一冲 进了 再看一遍 放吧 看一遍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招跟那个之前那个事情说过的那个 随便会的那一招往右去 左脚运球之后 他这个这起手势都可以变化了 这都可以 你自己可以起手势 在这一块 起手势是可以 其他那个刚才会动随便会那个起手势是往前左手 左手 左手一推 左手往前一推 然后 换成右手 他这个是 右手 他这个是右手 弓箭部 先有一个腾空 先有一个小腾空 先有一个小腾空 这里 然后 麦弓箭部 这是他的起手势 起手势 接 大力球 然后 左边这块你就可以 理解成一个 也成一个试探部 只过他这里试探部 是十步不是假的 假的是试探部 真的这就不是试探部 登一下 然后 变成真层地 过来了 他这个部 他这个部就在这 在这就可以演成 演变成一个 演变成一个 一个大力 你就 左手 然后左 左脚一个试探部 中心变换往往那边等 左脚发力 中心变换往那边等 从那边走 就是另一个 就是另一个方向去 这往前一冲 一头 这是他的那个 就是跟刚才 跟刚才的那个 说的那个动作 形成一个 一套动作 这就是一点心得意 体会 跟大家交流 谢谢大家再见